大家好,我是爱血小说的周小胖 台北的一个读书会在2021年推荐的第一本书是历史小说《榆田太子》 他们请我讲述有关于这本书的历史背景 今天我就为大家说说在丝绸之路上的榆田国和中原王朝的关系 这部小说主要是发生在敦煌 大概是在公元935年到977年之间 这个时候的中原是唐朝末年和北宋之间 唐朝灭亡之后,藩镇割据,形成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 称为五代十国,也就是梁唐进汉州 为了和前朝区分,所以在朝代名称之前加了一个后字 这些王朝有一个共的特点,就是他们都非常短命 在53年内换了十四任皇帝 这个时候中原战火遍地,民不聊生 说起来很可惜,大家对五代十国最深刻的印象 竟然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 就是石敬堂为了皇位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北方的辽国 就是契丹 不仅他背负千古骂名,更造成中原门户大开无险可守 饱受北方民族的掠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任皇帝周世宗柴荣 他其实是被历史低估的一个好皇帝 当他开始收复燕云十六州时,却得了疾病 不得不撤兵,最后英年早逝 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才有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那么赵匡胤和柴荣是什么关系呢? 赵匡胤跟着柴荣打天下 说起来,柴荣是赵匡胤的boss 而赵匡胤窜了后洲王朝的皇位 在公元九百六十年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 最后也就造就了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达到文明巅峰的大宋王朝 如果对这一段历史有兴趣 在这里上大家推荐一部由陈建斌主演的连续剧 《大宋传奇之赵匡胤》 接着说敦煌 敦煌当时是河西走廊边关的一个地方政权 是由曹氏家族担任节度使 和中原王朝的关系非常好 并且呢,透过与周边民族和亲的方式 维持了将近一百二十年敦煌最后的黄金时代 再来说说榆田 榆田国地处在偏远的西域 就是在今天的新疆南部 是一个汉化十足的邦国 对唐朝呢,忠心耿耿 跟着唐朝皇帝姓李 但是因为隔了几千里的戈壁沙漠 那个时候又没有互联网,信息落后 导致唐朝灭亡多年都不知道 所以,榆田国王李盛天就下定决心 不能够被时代out 就娶了敦煌节度使的女儿 借着与曹家联姻的方式 维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并且不断地殷勤进贡示好 最后还被后晋册封为大宝 榆田国王 李盛天和曹皇后所生的长子李从德 从小就被送到敦煌求学 所以小留学生这个概念 一千年前就有了 看来榆田国王还是非常的先进 小留学生的舅舅是敦煌的第一号人物 节度使曹元忠 想必他的留学生涯应该是顺风顺水 精彩万分 那么榆田太子所住的太子宅 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榆田的外交中心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在小说里 榆田太子和大他两岁的表姐 敦煌郡主曹文书从小一起长大 并且多次出使中原 近见柴荣和赵匡应 为的是什么呢 他们之间又经历了哪些精彩的故事 我就不在这里卖关子了 请大家看德江小说 榆田太子 今天的历史小课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有关于榆田太子的问题 或者是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也欢迎大家到脸书的粉丝专页 西域太子分享心得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帮我点赞订阅转发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